我們部落以前其實是跟 其實馬漢部落以前勢力很大 它其實算是花工眾國最大的一個部落 然後它旁邊有六個衛星部落 然後其實我們跟太巴掌之間是有一些爭戰跟合作的關係 那其實打國墓這邊他們曾經發生一個戰爭 就是花蓮大家都知道那個 那有夠來嗎 就像一起來看看他們是一半的部落 就是他們為了跟我們把大安這邊搶地 所以我們其實在打國墓那邊發生了一個戰役 叫做其實那時候是一個古戰場的脈絡這樣子 那其實部落都比較會說那個 嘎嘎六的故事 然後老人家就會開始講說以前馬漢有一個人 他怎樣去抵抗那個從那個花蓮過來的 就是連阿美族的部落的戰爭的故事 對 然後其實這塊地啊 我其實從我爸爸那邊聽到說 其實以前河川海沒有改道的時候 他們小時候都直接從馬漢部落 有一條路可以直接走路走走到鳳林 對所以其實那個地的改變是 是有他的地形是有感應 可是是回到所謂台灣政府裡面的行政區的劃分 或是地理區的劃分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好像這之間的隔閡是非常大的 然後所以才會有就是提防蓋了之後 老人家他們在原本他們從年輕的時候就在那邊種地瓜 種稻米是他們習慣生活的地方 就不然政府就說欸這個是政府的地 這是什麼福福地或什麼穿新生地 然後就想要把那些老人家給趕走的人 那其實我自己接觸到這個打國墓這個地方 其實我是透過原民潭 就他們其實那時候在找部落的議題的時候 然後我是剛好有認識裡面的一個姐姐 然後我才知道說原來就在部落的一個河岸的對面 也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其實這個這個PPD上面這個左下角有什麼 一個很大的狀況有什麼共享繁榮 我小時候因為我們家就是我兩歲就搬出部落 就住在花林市 然後我們每次啊不要回部落的時候 然後我只要看到那個牌子我就知道啊 要到要到家這樣 那其實我小時候的印象是說有一個很大的牌子 然後有畫很陰險的地圖這樣子 那時候就是 80年就是那個產業動員的時候 那時候就做一個這樣的牌子 然後一直在我小時候的印象是說 看到那個我只是要到家這樣 那其實我們後來進入到打國墓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他們老人家他們已經從 大概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就一直在爭取說要合法使用這塊土地 可是經過很多政府的行政程序都一直沒辦法合法 然後後來一直就是 就是那個產業動員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把那個第一段畫 也叫做鳳林綜合開發區 那它原本最先是要變成工業 許多人就是因應產業動員 後來就是其實其實 其部的工業都已經吸進到大陸 根本就移不來東部這樣子 所以後來到90年的時候 那時候為了因應花蓮的所謂的光光的策略 然後它就變成所謂的修閒開發地 然後就叫做綜合開發區 我馬原住民當作是你們決定一切我們的事情 那我們的意見就是沒有意見這樣 所以其實我才會接受到這個 這個打國墓的事情之後才會想 就是一直覺得怎麼會這種事情怎麼還一直在發生 然後其實是越來越嚴重 然後想說自己有一點點力量能夠投入進去 那剛好就跟基業認識 那我兩個星期就一直都在關注這個議題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想 其實因為我就是 就是離開部落在都市長大 804來也是都市好不好 在都市長大這樣 對然後其實我自己一直很想回去部落 然後希望找回我自己的部落的名氣的文化 那那種跟部落的情感這樣 那其實打國墓最先開始的時候 就是阿美主委有一個叫做 我們的社會組織有一個叫做年齡階層 叫十大的東西的 然後跟我們這邊叫阿魯一講 那其實我們就跟部落我這個年齡層的人 就是我們是每五年 每五個年次是一階 所以我這個年次是民國七十一年到七十五年出生的這一群 這群的名稱這樣 那其實因為剛好我們這一階比較多人 有機會不到讀多一點書 那其實就想要做一些 就是其實大家都有想要回配部落的行為 對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在有一次的華龍舟 就花林先生很愛辦什麼華龍舟比賽有的沒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說 欸有一個這樣的場子很多人 然後我們就零時期寫了一個百步條 就是在華龍舟的這種 就是它會有勢力牌嘛 然後就要面對勢力牌的時候 我們就華龍舟的花花花花 那一半就舉起來這樣 反正就是舉起來 然後剛開始去主持人公主 不知道我們在看嗎 他以為我們是什麼 親自關目主持之類的 然後他就直接講 他就搶 他就直接講說搶救黨五目 然後他就發現我們現在是抗家 就沒有念這樣 我想說藉由怎樣的模式 讓年輕人可以回到部落裡面去做一些事 然後我們其實最開始用的方式是一個照片 老照片的展覽這樣 那其實這個海報是我們第二年的時候做的 然後我們第一年之後很簡單 就是我們這個階級 阿比佑這個階級 所以我剛剛說七七年次到七五年次的這去 然後我們就自己用募款的方式 然後辦了一個小小的照片展 就是每個人會自己在家族裡面去找三張照片 然後就是要問老人家 爸爸媽媽說你覺得 如果要挑三張照片 你們想要挑哪三張 然後就辦一個部落在七明節的時候辦一個照片展 然後為什麼你會挑七明節 其實那時候是在想說 就是阿美族啊 其實很多人都是去外面工作嘛 那過年的時候 反正公司不一定會放假 反正是七明節的時候 各個公司好後一定會放假 然後阿美族就是很喜歡家族聚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七明節大家幾乎都會回來 甚至比過年更熱鬧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想要在這樣的時間辦一個照片展 然後讓年輕人有機會 就是在收集照片的過程當中 讓年輕人有機會跟老人家接觸 然後透過這樣子接觸的機會 然後去了解自己部落的東西 那也是跟自己的老人家拉近關係 然後再說 藉由這個照片展的方式 讓部落的人可以看到說 原來部落的歷史是什麼時候 然後甚至其實是讓更多從外地回來 掃墓的年輕人或是在外面旅居的族人 有機會再去接觸到 部落的這些歷史的氣體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是不是 有沒有一個辦法是讓 讓青年可以 可以擁有 就是跟各個 各個層面 或者是跟各個 相互的一些團體 或者是 附近的一些地方 然後能夠共同有一個機制 有一個合作的機制 像是 不管是馬灘的青年 或者是像我們 東華大學民主學院的 學校 或者是 在地部落的老人 能不能有一個機會 就是 大家能夠 有一個 就是在一起 然後 並且可以 藉著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彼此 能夠 有一個 凝聚的方式 後來我就想 因為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還蠻 就是跟 跟李姓一起參與 就是跟 尤其他們這些 很年輕人一起參與 其實我 跟我之前參與 部落的一個經驗 是很 很不一樣的 因為 我之前 之所以接觸部落 都是 我覺得也是非常熱誤取向 就是 就是類似 就是為了一個計畫 然後可能幫老師做田野 或者是 對 就是可能就是進去 然後 就是做了一些 然後就 就出來了 可是那個資料 其實 並沒有跟在地做一個 很 很直接的 或者是一個相互的交流 那 可是 跟那些年輕人 或者那些馬來的青年 一起 合作共識的 那個感覺 就非常的不一樣 就是 他們並沒有 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 我 我一定要做什麼 或者是我 一定要達成什麼東西 而我覺得 我的感受比較深的是 我在那個地方 我 為那個地方 貢獻了多少 然後 我們彼此之間 在那個 在那個活動 或者是在一起的交流裡面 我們 看我們彼此 就是 感情 或者是我們彼此的交流 能夠 還有多少的可能性 然後 其實我 一直分子 掌握這樣子的 掌握這樣的知識的時候 他 在看待 怎麼樣來看待這個 弱勢的地方 所以 當我們用空間專業者的腳步 切入到面積裡面 切入到社區裡面 區域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替社區來發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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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錦